哈利路亚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又在天蓬堂 我们这里的聚集 我这样子吧 等一下 我是不是在录影 回家再剪接上 我坐这里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 今天真的就是 都是壮丁 上礼拜还有一位姐妹 今天我们都是弟兄 感谢主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是没有重男性女观念 不过呢 我还是对于弟兄非常看重 在我的观念里 认为弟兄比方说 神的帐幕在人间 入一个帐篷 你觉得这几根柱子 应该是谁啊 好像应该是弟兄 然后姐妹是什么 姐妹就是那个 把柱子拴紧 那个每一个柱子 桩子 绝子 把它螺丝钉好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家庭中也是这样 教会中也应该是这样 那一般的教会呢 很多都是姐妹多 弟兄少 可是我发誓我们活血得胜教会呢 常常当你出现一个镜头上 好像弟兄的比例多于姐妹 那是不是好现象啊 好现象啊 所以我们活血得胜教会 有很多都是属于老板的恩高 所以都是 大家都是很有学习能力 也很有奋斗能力 也很殷勤不懒惰 然后最后呢 在美国几年下来就事业有成 希望你们事业有成之后 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信息 我们要做智慧人还是愚昧人 要做义人还是恶人 可以谁告诉我什么叫恶人 简单的说恶这个字呢 好我们讲一些凡底子 上面是亚洲的亚 对不对 下面是一个心脏的心 亚心跟亚健康是不是很像 一个人亚健康健康不健康 什么叫亚健康 谁可以告诉我 就是你的 有一些隐藏的毛病 不去做身体检查 不知道 对不对 你身高 你只是头一点晕晕 可是还没有昏倒 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的 高减压现象 中风现象 都还没有发作出来 可是已经不健康了 对不对 叫亚健康 所以亚健康就是不健康 那亚心请问他真的这么爱主吗 不是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是这么爱主 那你是什么人 叫做亚心的人 叫什么人 恶人 听懂了 所以那如果你是我 我为什么完全吗 没有 羔羊在我之上 我承认我这边有点错 现在我每一次 不是故意的 唯一有需要更新的 我就来跟神祷告 主耶稣的保险就低在我头上 就来赦免我的罪 让我更新 让我调整 那请问我是什么人 义人 那没有点这一滴的时候 是什么人 错的人 对吧 这个叉叉 所以你自己想 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够好 不够完整 或者不够到位 那请问你是什么人 你是还有错的人 还不完全的人 还努力不够的人 对不对 我还没有做到 尽善尽美 还没有做到神喜悦的程度的人 所以我是有叉叉在那里的 如果给我打分数 有的可以打 有的可以过 可是整个不可以过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我还差不一点 需要谁来给我们恩典 耶稣 所以什么叫恩典 本来没有给了你 本来不配有 耶稣呢 帮你补足了 不配有 不该有 不该有 真的我们都是这么罪大恶极的人 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么美好的 这个奖赏给我们 还夫妇妇进神的国 还可以进天堂给我们 本来不该有的 有 所以什么叫恩典 没有而有 不该有有 结果呢 这个不够的上帝给我们补足 是不是叫恩典啊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 蒙恩的罪人 大家说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是蒙恩的愚昧人 我是蒙恩的愚昧人 还有呢 其实我也不是不好 是我的信心不足 有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叫小信 对不对 我没有做坏事 我也没拜偶像 只是呢 我没有强的信心 把一个事情就立刻可以宣告得胜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 太不足了 好像很谦卑 可是你的谦卑中中夹杂的很多自卑感 叫自信也不足 对自信不足 对上帝也不足 这叫小信 对不对 我们自信可以没有 可是对神的信心要满满 所以自信不足 上帝要不要把信心加添给我们呢 所以你要怎么样信心加添 你要求啊 求主给我信心啊 求主给我智慧啊 求主给我力量啊 你要求什么啊 你不是意味的说求主给我身份啊 求主给我钱财啊 不是一直求这个 要求对东西对不对 当你求了有喜乐 有信心 有力量 有喜乐 有盼望啊 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 神的恩典要临到哪些人 先是知道有神的恩典 你们现在知道有神的恩典了吗 神给我们活血得生教会太多的恩典了 如果整本圣经的恩典有多少 如果你把上帝答应我们的应许 比方说上帝答应你 就叫我说话算话 对不对 你把它随便挑一挑话 你单单看一些圣经字句 你做什么什么什么 就必怎样怎样怎样 诶 谁敬畏耶和法 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那你不敬畏他呢 他就不指示你 可是他还指示你 叫恩典 对不对 本来你根本他不要指示你 他还指示你 他还指示你 就是神还爱你 对不对 所以谁敬畏耶和法 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那谁就是 好 我们请集中好 不玩手机 好 谢谢主 我们感谢主 因为五一看到这个心里就会跳动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所以恩典 这也是什么 我做的不够好 好 我人不足 我小信 可是呢 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最终的得胜 对不对 短期中期长期 我的目标是爱神 我的目标是神的恩典临到头 够了吧 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吧 每人都一样吧 这个奋夫走足是这样 老人是这样 小孩也是这样 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 都需要神把我们带去 走到人生终结是终点 走到世界末了也是终点 走到我人生的 这一关头过了 还有一个下一关 还有下一关 叫短期中期长期 人在不断的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当中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 神的应识是什么 神的话语怎么跟我们说的 神用什么方法来引导我们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今天早上我们知道了 宝血最重要 对不对 耶稣的宝血遮盖接近我的罪 那万一我被这世界上 有一些沾染不是故意的 那耶稣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解罪 假如我知道 我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心 洗净我的罪 那我就可以随便乱来吗 随便乱来叫故意犯罪 对不对 故意犯罪叫罪加一等 对不对 一个都要没洗干净 罪加一等不是很严重吗 所以我们是不要罪加一等 我们把每天的时间精神力气做什么 我们要知恩 大家说知恩 知恩 知到恩典了之后 你得到没有呢 还没有 有的得到了 有的还没得到 所以知道恩典了 已经很好了 因为恩典的最后的终结 只要你完成的时候 不是自己完成 是与神同工 神与你同工 完结的时候 就是什么 得胜 你的恩典完全临到你 不是全是你做的 是你跟神一起做的 神与你同工 所以完成这个恩典 就是得胜 好 那你现在知恩了 那第二个 你怎么样去完成 第二个叫感恩 他叫说感恩 感恩 当你越感恩 你知恩 越感恩 上帝的借着牧师师母帮助你 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跟我们交流 而且讲神的话 你感恩 神给我们好的 把我们带来美国 无论怎样 就是感恩 虽然我的路径中 还是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生活的艰难 甚至今天遭到老板骂一顿 甚至你的同事跟你抢客人 你不跟他抢 老板的冤枉你 没有关系 感恩 我能来美国还活着 新冠病毒过了 我都还活着 随时去想感恩的事 被老板骂一下没关系 被同事抢客人 不要跟他抢 可是我的心持守什么 感恩的心 大家说感恩 感恩 感谢谁呢 感谢谁 感谢主 为什么 你感谢别的呢 会中断的 对不对 你感谢主呢 他是恩典的源头 他不会中断的 他知道你知道了他的恩典 他也知道你在寻求这 智慧人的道路 完全的道路 他也知道你是感恩 所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三个字眼 知恩感恩 接下来是什么 知恩感恩是什么 接下来是什么 报恩 对了 我们中文字没有别的字眼了 很简单 这个不用讲很多 你们都懂 知恩感恩报恩 有的人知恩 有的人中断有感恩 可是有的人不会报恩 他感恩完了之后呢 我已经感谢过了走人了 还有什么感谢用金钱 用奉献点钱走人了 上帝不要你这个钱了 上帝要你持之以恒的成为感恩的人 上帝要你持之以恒的 你金钱奉献没有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一直把灵魂 往神的国内带 上帝要你这个 因为一个灵魂的价值 胜过千万斤 当你有金钱的奉献 借着金钱的奉献去做宣教的工作 让别人去做 可以 上帝一样纪念 可是就算你没有钱 你今天没有去上班 最近没有工作 没有钱 没有关系 你能够持之以恒的知恩 持之以恒的感恩 持之以恒的报恩 怎么报恩呢 比方说 今天你想孝顺父母 父母亲正在忙 什么叫孝顺 弟弟妹妹吵来吵去的时候 你就赶紧去抓着弟弟妹妹 听话听话乖乖 来哥哥跟你讲 对不对 这叫没有报恩 帮一下父母的忙 这不叫报恩啊 当你长大了 你上班工作了 妈 我买了一个 这个东西好好吃哦 给你吃 算不算孝顺 好 你现在出门在外 过年过节 哎呀妈妈 我真的好亏欠啊 我只能够电话跟你联络 可是我一定要回来看 我再远 我要买飞机票回来 这叫什么 报恩 对不对 养儿方之父母恩 等到有一天 你真的生了小孩了 养小孩了 你才知道 哇很非常艰难 对不对 所以妈妈 哇以前苦口苦心跟你讲 你现在苦口苦心跟你小孩讲 他就是读你的话 你才知道我以前多不听 爸爸妈妈的话 对不对 这叫什么 报恩的心 可是很多人不是 数一进而方不止 子余养儿 亲不再 亲不再了 所以你想要说 哎呀在你的丧礼会场 才在那边讲爸妈有多好 那已经太迟了 你趁他活着的时候 你多讲他几句吧 对不对 多在他面前晃动一下吧 多讨他欢心一下 多好呢 好 那我们现在报恩 也许父母亲 我们都可以慢一点 没关系 我们要报恩 要报 阿爸天父对我们的恩 我们怎么能报啊 报得了吗 天父给我们的恩有多少啊 还都还不清了 是不是啊 还也还不清了 那你怎么报呢 尽自己所能就是 尽心尽心尽力尽力 你能够尽心尽意 你却偏偏找借口 这叫报恩的心吗 有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少你心有余 对不对 可是你明明有时间 你故意找一个借口 这叫什么 这个人叫不孝子 对不对 这些忘恩父义的人 这个人连父母都这样 那你的朋友不要跟他家伙 这种人简直是过河拆桥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到天同堂 神给我们天同堂 是使一个神在 我们活血得胜教会 又附加 叫做天加 天加是天上去的 家上去的 又是天上的家 对不对 我们在教会那边 居然会就走人了 大家好像没什么关系 可是每一次来到天同堂 我发现了 我们一起坐在这边 聊话讲了 好像比在教会 大家的关系 那种贴心的感觉 大家一直在院子里呢 虽然有蚊子会咬你啊 甚至还找个包包 可是呢 你好像没什么抱怨 你就还是很开心 哎呀 反正这个下几乎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觉得好像一家人 而且跟牧师师母 想问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刚才散会的时候 那个爱律师那边 他赶紧问 如果爱律师走完就没有 那跟牧师师母也是啊 我就说牧师师母坐在那个教会 大家都走光了 有人留下来跟我们谈话 可是来到这里呢 你怎样都会跟牧师师母 牧师也做事 你也做事 你会发觉 我这个牧师不是高高在上的 这个师母不是忙得不得了 通通不理我们的 他是找尽了机会 来跟我讲话的 来跟我面对面 看我的表情 有没有需要笑一点啊 上一次有一个人来嘛 我就说 一看到他 我说可不可以笑一笑 还笑一下 对不对 因为他还需要笑一笑啊 他再不笑一笑的话 他有很多事情 老板会不喜欢他 法官也会不喜欢他 所以你笑一笑 笑一笑就是最好的功课 对不对 我好过讲一大堂堂课给他 对不对 你笑一笑 对不对 有的人眼神神闪闪说说 我说你千万看人的时候 啊 这个 你跟你长辈说话 跟你长辈说话 你眼睛要直视着他 你不要神闪说说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儿子 我一定教他 如果你不是我家的人 你跟我不相当 我讲都懒得讲你 所以今天我会针对 你如果去问我家的孩子 我的老三 老三就是二儿子 你马上明天 后天就够养成夜市回来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 我家的孩子 他也会过来走走看看 看到我的大儿子 跟我女儿 我的每一个 女儿加三个儿子 你说何师父这么忙 我可以把小孩养好吗 我接一个电话 那边奶就喂到一半了 对不对啊 我连我的小儿子 他怎么长大的 每一个妈妈都是手上抱一个 一胎化 我不是我四个 我那个是两个枕头 一夹 他就一个奶瓶 咕噜咕噜咕噜 我这边再去处理别人家庭的问题 是这么小孩长大的 我怎么弄的 那我这样子 可以把我家的小孩养得这么好 都没有抱怨的 而且个个长的二十多年了 不生病怎么会啊 而且个个呢 现在也都有敬畏神的心 爱神的怎么养的 所以我认为说 我应该多半几场家庭讲座 所以我实际把你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这些在我身边的人 我不是以老卖老 但是我实在年龄是你们一辈以上 或者是你们是我三分之一年龄 所以呢 只是我的外形 是因为我的心态很年轻 心态我永远是上帝的面前的孩子 所以我愿意把我们这份的生命 透过在教会中抓不住人 上帝说干脆给你一个天蓬堂 来了就走不了了 如果谁曾经有过 来了还准备呆一下 坐他的车很好 过没两下就要走了 影响太多人 在这边做一点事 在那边聊天讲话 别人正在做 看到聊天讲话 别人也去聊天讲话了 这叫坏榜样 所以我就说来到天蓬堂 这好像是一个密集训练的中心 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讲的信息 谁还记住 我们教会 活水得胜教会有四大功能 第一大功能是什么 记得吗 教会是我 属灵的家 天家的雏形 所以天家的 教会那边 这边是在让我跟家人的关系更紧密 第二个 教会是我属灵的 学什么 学做智慧人 学做艺人 好吗 不只是学去发财 可是智慧人会不会发财 有可能发财 圣经告诉你 立即要做神的工作 在耶稣来之前 圣经有句话说 列国的珍宝都要运过来 问题是如果现在列国珍宝运到你这边 我妈妈你压垮了 对不对 跟你跟你跟丑的门王一样 马上骄傲起来 马上去搞个三七四切学 对不对 所以当你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神就是把列国珍宝运过来 你就知道要怎么去智慧运用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属灵的学校 你就相信跟着活水得胜教会 牧师师母 年龄层 能够讲几天的话 这么盖禁 对不对 接下来就换你了 接下来就换你来做发言人了 智慧发生 换你发生了 不是我了 一代一代 对不对 我们这一代可以休息了 换你这一代 我现在等你们出来发生 好不好 你们现在正在学习 所以这里是属灵的学校 希望有好学生 希望能够毕业出来 不是毕业 我们毕不了业 我们在神国里 永远没有所谓的神学院 我们都应该是学神院 大家讲一下 学神院 对 在教会永远没有毕业的 我们是学基督 学基督 对不对 没有说我现在受洗了 我现在侍奉这么多了 我好了 我懂了 我圣经读完了 我可以毕业了 没这回事 永远都是学神院 还有呢 我学基督 这是我们的基本谦卑心态 第三个教会是做什么 医院 成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呢 那有一天 你有没有可能我完全没病了 我就开始去服事别人了 对不对 你可能做医生 可能做护士 对不对 所以不论你做医生 或是做护士 总而言之 我们要成为什么 侍奉主的人 圣经上 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我们专心就好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若有人服事我 耶稣说 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 大家讲一下 若有人服事我 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 所以我现在呢 常常都是 好多弟弟姊妹 有些别的教会过来 有些马路上过来的 他们根本不了解教会是什么 他们用他们原有的 愚昧人的价值观 用他们自己的 视力人眼的眼光 来看人事物 所以我好难把一个生命 给培养起来 那我实际上很受挫折 花了时间精神 好像白花一样 对不对 可是我却记住 有神做的一个应许 若有人服事我 耶稣说的 我父必尊重他 所以什么人不尊重我们 不要紧 那是有耶稣尊重就好了 有上帝尊重就好了 将来在神国里 有我的份就好了 对不对 上帝做过我所做的 很多纪念就好 可是我并不希望 你不尊重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不尊重我的时候 你就会藐视上帝 你相信吗 相信 你不尊重神的仆人 你当然对于上帝国度 一定很藐视 所以我要你们尊重我 不是尊重我 是尊重我的神 尊重我的职份 上帝我是神职人员 是神的工作 就有些人 哎呀 我今年来教会 你给我写 是去年了 我说你对不起 你不要 我是一个神职人员 我会用这句话来毁你 请你尊重我的职份 所以我父会尊重他 我讲真话告诉你们 上帝喜悦的是什么 你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是什么 你相信我讲的话 你紧密跟上去 将来你成为智慧人 你成为蒙恩得救的义人 就对了 最后一个 要成为神国的精兵 要做什么 要当兵 对不对 要穿戴神索色 全部军装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来 你们可以坐着 来做动作 戴上救恩的头盔 戴上救恩的头盔 所以我自己有了我家的老人 就是你的脑袋不要胡思乱想 就是你的脑袋不要胡思乱想 以救恩就是我跟你们谈的那个 胡音信息 我今天发了15分钟的视频 就是你们看 胡音信息要牢记在你心里 没记住再看一遍 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 戴上救恩的头盔 以公义当做护心尽者凶 以公义当做护心尽者凶 记住这个公义是大家都要 不是只有牧師是你要 是老人小孩都要 所以我自己有了 我家的老人我可以告訴他 我家的小孩我可以教他 對不對 以公義當作護心敬遮凶 信德當作藤牌 就是當你變好了 當你已經蒙恩了 你不抽菸不喝酒 你想要做一個好好的上帝的好兒女 你旁邊的人一定不信 我從小看他長大了 哎呀他會變好啊 一定太陽打西邊出來 有人效法你的 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怕 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自己知道你的心裡是真是假 對不對 只要是真上帝喜悅就對了 恆無師 以公義 以信德當作藤牌 總而言之你是做給神看的 做給神看的 以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你不用去跟那個 效法你的人吵架打架 不用 你也會跟他去辯論 悔嘴 也不要 你的動機目的是 我總有一天要把你帶到教會 我總有一天要讓你的靈魂得救 你罵我我還是愛你 好不好 好 你這樣子損我 我還是愛你 我就是這個心態 你對我不了解 只是你不了解 可是我愛你 因為上帝愛你 耶穌愛你 我們是有鏡頭 我們感謝主 好 所以這叫做什麼 你信德當作藤牌 你做給誰看 做給主看 做給主看就是什麼人 智慧人 做給自己看 做給別人看 只是一個樣子 叫做什麼 怕人的臉色 對不對 看人的臉色 過日子很難受的 對不對 我要是看你們臉色的話 呦 你現在來教會 我就想你要奉獻 我就看你 我要看這種就完了 我就是做一個假的傳道人 我不看你的 我看你的 你的生命 在神的眼中 你永遠從你心裡綻放出一種的 讓我感覺到的喜樂 或是明白 醒悟 如果有 都寫在你臉上的 因為我們悅人無數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 你什麼話都沒說 我會悄悄問你 你在想什麼 你現在心裡有事 是不是 你剛剛去會的時候 你在看神經 神經病 你都沒有專心 對不對 因為你心沒有夠上 一眼就把你看穿了 請問有一天你在一個法庭上 如果法官眼睛也很銳利 對不對 他怨人無數 案子差不多 他一眼就把你看穿了 你能瞞得過 瞞得過他的 他的法眼嗎 那再說 上帝的法眼 你能夠瞞得過 瞞不過的 所以我們最好啊 早早開始就培養這個心 就是做一個真心的 以信德當中了 你該做什麼 對的 智慧的 你不懂的就來讀聖經 再不懂的你跟牧師問一問 就是我定義就是做一個真人 我定義就一個上帝喜悅我的人 我吃虧一點都沒關係 只要上帝喜悅我就行了 我有一點失敗都沒有關係 那人間的失敗 在上帝面前我沒失敗 你要這樣 對不對 約伯遭遇這麼大的苦難 他有沒有抱怨呢 當然還是有一點點了 因為他實在太痛苦了 可是基本上是沒有 所以約伯為什麼他有智慧 他為什麼可以在遭遇這麼大的苦難 我今天早上講的沒有把他講完全 為什麼可以 因為從他的生命裡有智慧 約伯後來神給了賞賜 跟他在天國的賞賜是大的 講了我們這個機會在 牧師講完約伯祭了 我們曾經在活水德聖教會 在天蓬堂 第二個過關的那個弟兄才25歲 他就是連打了兩篇字 就剛好牧師在講約伯祭 法官就問他 你這個禮拜上是教學會有 然後牧師講了什麼 哇他侃侃而反 講得非常真實約伯祭 因為他打字打出來的 真蠻講的 他可以三言兩語 把他的約伯祭 他打完字出來的 牧師講什麼給他講出來 上禮拜有去教會 有 你們牧師講什麼 又說他打 他本來是打一篇 你說不夠 繼續 你還剩一個多禮拜 再繼續 他就打了第二篇 再沒時間打第三篇了 法官就再問第三篇 可是我們曾經有一個弟兄 你在上禮拜有沒有去教會 你們牧師講什麼 我說感謝主 我們聽謊堂的第二名弟兄 他就被問兩個問題 全是他打字打出來的 很好 很好 好過你打電動玩具 意思是說這個孩子 二十五歲年輕人 你看到我在打電動玩具 他有在開餐館 可是拿爸爸的錢 想必是這樣 在外周跟別人合作非愛 可是他每天在打電動玩具 爸爸說很好很好 後來等到他事情辦完了 一切成功的時候 他第一個當然告訴我 然後跟爸爸打了電話 他說我爸媽都哭了 我說你爸媽信主沒有呢 那我還沒有去追蹤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總而言之我就是用我的心 在幫助這個弟兄 這個弟兄從第一次來到他第四次來 盼若養人 他完全就變了一個人 他本來是懶懶散散的 那時候我們都有五堆的土 他在那邊 我挖了十分鐘 我還很待勁 他就 我說你平常不運動的呀 怎麼年輕人 年輕人怎麼會做呢 氣都喘不過來的樣子 平常不運動 總而言之 我們要做耶穌提督的精兵 以信德當作同胎 這次不行 下次再來 再來鍛鍊 好嗎 這次怕被蚊子咬 我今天又買了兩罐 我們就多噴一點吧 好 讓我們不咬你就是了 好 我們覺得我們抵抗力不夠強 你就自己下一次 就先早上吃點維他命再來吧 神一直說我們 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身體靈魂給鍛鍊起來 神給我們這麼好的空間 這麼好的環境 這麼好的機會 好 那以真理的帶子束腰 大家再一次 以真理的帶子束腰 所以你聽得到 一定要伸到你的生命裡面去 一定要消化吸收 不要從這邊進這邊出 所以來到活血德聖教會 一定要做智慧人 一定要做蒙恩得救的藝人 什麼意思 所以這樣的人一定是愚昧人 而且是悖逆的 而且是被上帝要棄絕的 不是我要棄絕 上帝要棄絕我就不管了 對不對 好 總而言之 你真理帶子束腰 腰有力 全身就有力 今天如果誰有腰痛 你一定說 噢腰痛啊 你去試試看 彎都彎不下去 拔草都拔不了 對不對 手還能拔 腰不行 根本彎不下去 所以腰有毛病的時候 那你就要自己注意了 不能再繼續打工 還有的人開車開的時候 腰都出了你 簡單的說 還有穿著平安的福音鞋 像剛才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你走到哪裡 是帶下平安給別人 祝福給別人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 隨時都放你祷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聖徒祈求 好 這個就是全服軍裝 你們現在講得很快 回頭看視頻 然後去打開 以福所述第六章 把它通通找出來 刻在心板上 牢記在心 對你有沒有益處 也有益處 改天有人要考你試了 整本聖經 最感動你心的經文 是哪一段 如果你能達得出來說 嗯 感動我聖經經文呢 是聖經上提到一段 我們做基督徒的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 全服軍裝 你一口氣全講出來 我告訴你啊 跟你問話那個人 會跟你通過的 有一次有一個弟兄 當時在聚會 然後呢 那天下大雪天 在疫情前 然後呢 那天呢 我講來講去 我說我們這個教會 規模不大 小小的 在整個啟示錄裡 有七個教會 有五個教會都被責備 你去讀啟示錄就知道了 有兩個教會 一個叫釋美拿 一個叫以福所 而一個叫非拉鐵飛 唯有這兩個教會 沒有被主責備 為什麼 你看 釋美拿教會 你一定要為主殉道 你才能得天上冠冕 那就是要為主死了哦 你把槍對著我 你把槍對著我 要不要新建蘇 信 啪 那我就沒信唱了 對不對 我就去死 在天上一大冠冕 你要像這樣嗎 他們要說我早點死了哦 不是的 我們教會不是釋美拿教會 我們教會是非拉鐵飛教會 大家說 非拉鐵飛教會 你去讀 非拉鐵飛教會 聖經說什麼 那天晚上是下大雪天 我們在查清島 過去中間有個聚會 八個人來 其中有兩個人在鐵工廠工作 他就坐在我背面 我就 講過來 講過去 我也沒有放投影 我也沒有拿著聖經 叫大家一直面來面去 我就掛在我嘴巴上 講過來講不去 大家在講 非拉鐵飛教會 非拉鐵飛教會 上帝稱許非拉鐵飛教會 稱許什麼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略有一點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弃絕我的名 看啊 我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是無人能關的 那你看 這個門的關口都已經打開了 那以後還有好幾個門關口 我給你打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講 我沒有針對他個人講 可是我針對信息來講 然後又告訴你 在這段經文的下半段說 你只有這一點點的力量 沒有太多 你要持守 你說 你要持守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我就又在 你要持守 我就講了個半天 你要持守 前面講了個半天 知道你的行為 你略有一點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拒絕我的名 還要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我不只講一次 也不只講三次 恐怕這一個半小時的聚會 我不知道在我嘴上講了幾遍 結果結果他第二天第三天面臨一個考試了 整本聖經當中最感動你心的聖經話裡是甚麼 一下問傻了 對不對 問你你不答甚麼 他說七起嗎 他說那天 師母大堂告訴我 師母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個是我喜歡 因為我沒有做準備 也沒人教我做準備 可是我彷彿昨天晚上的聚會的場景 你坐在我對面 好像你講的每一句話 都好像從我的腦海裡在浮現一樣 我就一句句話講 有一個在聖經最後一卷書叫《啟示錄》 他說我知道 叫《非拉鐵非教會》 主對非拉鐵非教會說 非拉鐵非英文怎麼講 非拉德菲亞對不對 不是費城嗎 非拉德菲亞對不對 對非拉鐵非教會的人說 他一句句講 我知道你的行為 沒想到第二句出來了 你也曾遵守我的道 反應 也曾 甚麼 我知道你的行為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弃絕我的靈 現在背都背不下來 可是他講了一句一句 跟著講 他說沒想到我全講完了 我發覺我都講出來了 回家再看看聖經 好像一個字都沒錯 這怎麼回事啊 我有叫他去背嗎 沒有 他聽的時候沒有很專心 鐵定 他因為他專心加上我也專心 而且我重複來重複去 你不要嫌我囉嗦 沒有想到 二十分鐘就過關了 好 弟兄姐妹好不好啊 媽咪說 哎呀 可是我學會了 我就把這句分下來 就不下來 我演戲都演出來了 弟兄姐妹 演戲跟真的領受 是不是兩回事啊 對不對 我們要用真心領受 雖然你不是剛才你的弟兄 可是這段話語對你很重要 因為很少有人能答出這個答案的 如果那天他沒有來參加這場聚會 是什麼情況我不知道 但是他那天在大雪天還來參加聚會 我恭喜他 對不對 就這樣啊 所以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 經歷了上帝諸般的恩典 在重複去的身上 叫本來不配有不該有沒有 全是你的主角恩典 對不對 所以我已經經歷了 我就相信神是得勝的主 神是與我們同在的主 好 今天的時間很寶貴 彭牧師也在這裡 我想我們請彭牧師 先帶我們這個禱告 我們先結束 再講其他的話 帶我們這個禱告 主啊 但是如今在世界上 有太多太多的主 迷戀我們 忽悠我們 吸引我們 以至於我們搞不清楚 到底誰是主 主啊 但是你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知道 我們都有一個生我們的爸爸 有一些人呢 他們從小就被爸媽遺棄 主啊 以至於他們只有養父養母 但是他們的內心深處 卻渴望認得真爸爸 主啊 實在恳求你幫助我們這一群人 真正願意從內心深處來知道 誰才是創造我們的 生養我們的真爸爸 主啊 實在求你 用你的愛 繼續來吸引這一群人 讓我們在人生的旅程當中 沒有迷失方向的 沒有被欺騙 不動的 讓我們知道 耶穌基督替我們 流血舍命 替我們死而復活 如今在天上即將再來 主啊 如果耶穌基督不是主 誰是主呢 主啊 實在恳求你幫助我們透過聽道 更多的來堅定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深知我們所信的 也深信我們所知的 主啊 把這一群人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恩手當中 主啊 你的恩手是被釘子釘傷的手 主啊 實在於求你讓我們單單就定精在你的恩手上面 主啊 因為你的手願意為我們流血被釘 主啊 你起步 按照你對我們的允許 來繼續愛我們引導我們 主啊 因為天下人間 只有你為我們流血舍命 只有你為我們死而復活 我們單單信靠你 不但信你 而且靠你 不但靠你 還要跟隨主的角中心 主啊 求你引導我們 主啊 沒有迷失方向的 都是一步一步的來跟隨主 揚望主 恩待這一批人 主啊 這一批人的生命何等寶貝 主啊 因為有好多人 是從國內歷經千辛萬苦 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 來到了紐約 主啊 好 很求你透過他們要在地上 來辦美國的身份 更多的知道 要如何來辦天國的身份 主啊 我們把他們在地上的身份 和天國的身份 都仰望主 來賜福 來引導 來保守 讓他們透過辦身份 能夠認識耶穌 經歷 耶穌是主 主管 牧養 負責一切 哈利路亞 謝謝天父 隨心祷告 奉耶穌基督聖名 阿妹 黃牧師在祷告的時候呢 我有一首詩歌雖然時間本來不想花了 但是還是把它唱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是聖名的感動 大家跟我想一下 為我深知 為我深知 所信的是誰 所信的是誰 我要唱的 我知我所信的是誰 直到那日 那日包括短期中期長期 好不好 不是到了蓋棺論壁那一天 好 我們要深知所信 大家說 深知所信 我們要深信所知 深信所知 這是兩面的 來 我們大家需要更多的